農曆二月設計 我們整台灣都落在棍棍 無論是各行各業 做生理的啦 政策的啦 今天你都落在棍棍 為什麼二月設計這麼重要呢 用這個圍儀是我們好的精神 今天二月他算老闆 他的生意正誕 特別用這個圍儀 我們老闆來有幫助 吃福恩福威 來用這個圍儀給我們的信仗呢 不知道喔 電視機頭前的各位觀眾朋友 有去注意對不對 其實每個月的槌里十六 你的爸爸媽媽都會準備水果 去土地公廟拜拜 甚至你家裡如果是做生理的 也會在店門口拜土地公 這都是因為我們都希望土地公 可以多多來照顧 讓我們的生理越來越好 不過說也奇怪 一般來說 土地公的生日都是準備甜食 不過這間為在台中北屯區的 相當福地廟 他們不但是依頌不同 而且現場也還出現 真不得了的味道喔 來…好… 這是周圍瑞儀 來… 來… 好棒喔 真人要放周圍 來… 放這裡… 來 放這裡… 好棒喔 好棒喔 哇… 這是一杯 對…這是一杯 欸…大哥 嘿… 這是幾杯的鮪魚這樣喔 對… 他今天從東港仔來的 從東港仔來的 對… 想到特別要從東港 帶一杯這麼大杯的鮪魚 這是我們主委全工幫我們拼車來的 是… 是… 這杯這樣…這樣有幾斤啦 這杯… 45公斤 45公斤喔 對… 不是台斤喔 是公斤喔 不是公斤 從你怎麼從東港去找這隻鮪魚這樣起來 因為他用這個鮪魚是我們好得精神 今天二鮪魚算頭鮪 他的生意算蛋 特別用這個鮪魚 我們頭鮪來有幫助吃福… 福縁福縁 都是為了要傾斬我們的土地公斤就對了 對… 但是… 我們要吃鮪魚 就切一切整盤就好了 我們整杯就這樣 還沒切就來了 這樣比較新鮮 比較新鮮 讓人家看得最好的 真的耶 我第一次聽到就是 拿鮪魚來跟我們祭拜 拜拜 對… 通常都是麻糬嘛 對…麻糬就到了 對… 因為我們常常在廟裡 傾斬的時候看到的都很多 譬如說會請人的演戲啦 對… 母帝戲啦 對… 北冠啦 這是鮪魚秀 對… 待會兒我們就大開眼睛 對…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真正沒看到 不對 這間為在台中北倫區的 尚敵福德廟 每一年為到土地公斤的頭鞋 都準備非常豐盛的料理來信仰 這幾年來特別對東港 請中泡塞來處理鮪魚 在這裡要讓信仰吃到的歡喜 也讓信仰大飽眼福 因為雖然說 要看到生魚片 沒那麼困難 也不然現場分掛完整的一碗魚 可是 尤其很多朋友都不肯通過喔 看到我們這兩個主持人 真正認真在旁邊看 至於年輕的總部師 也決定現場來開班授購 你要讓我們切喔 給我們試試看 還有什麼 手放著 看你要切多厚 不能太厚對不對 不好吃 對 好冰喔 喔 喔 妳要用拉 妳因為妳用切的肉會閉起來 對 欸好神奇喔 我一拉 它就下去了 所以刀子要夠給妳 這樣 快點妳太慢都熟了 手感怎麼樣 很QQ的 很像蒟蒻活動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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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對 可以 好那我就可以 喔好大喔 阿白鮪魚出體驗 我來看看妳切的好不好 好 好甜喔 所以現在我們就切好了 就可以開始 我不要再浪費魚肉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擺盤 好要擺盤 等一下要上座 好那我們就先不搭了喔 我們旁邊看 這間上座福德廟早期 是依一塊石碑 作為土地公來奉仕啦 不過 隨著信眾越來越多了 在民國三十四年呢 他們開始起廟 並且狗協新春 對這些信眾來說 土地公廟不但是信用的重心 每一年的福縁 也要是大家相當嚴謹期盼喔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能只花幾百塊 就能享用到這麼美麗的佳優 重點是大家也可以 照這個時候 慢慢自己的腳步 和廚民頭背 共同享用美食 他們家 為了要分享土地公的福氣 我們也要邀請到 台中教育大學的林茂賢老師 來跟我們共同享用 大家澎湃 要招待妳一定要用給澎湃 沒有啦 我看這是北宮要招待大家 對 那這種感覺很好 對 就是說我們朋友啦 出品啊 集合在這個時間點 來都要給北宮請 對 對 從以前的時候就是這種風險 是 以前我們農業社會 那就是 哇 你出鍋啦 我出魚啦 我出湯 我出湯 出澡 來這裡 出賈斯羅來這裡 跟阿伯說我很熟 所以老師 他如果說 我們陶芽的這個時間點 就要來吃到這裡 蒼草 他在民宿上面是什麼 有一點油 其實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民宿 就是二月 切魚頭 之後 開始農村 開始補償的政策 所以 在開始政策 是我們要集中 我們的土地公 跟我們保備 所以要知道 我們今天的聚餐 跟一般的聚餐不一樣 今天 有一個特殊的名詞 我們叫做 吃福 吃福 對 福的意思是兩個意義 就是福氣 吃吃來 大家都有盡量福氣 第一次福的就是福的政策 我們今天 這段是因為福的政策 就是我們的土地公 對 我們才會聚餐 所以 所有的社區的民眾 在今天 齊聚一堂 對啊 沒有了 我們以前這裡 其實我們一的禮 發展到現在變六的禮 是 人 變那麼多 不因為方便 變分散 等到更團結 叫我怎麼這樣 對 開動 開動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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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 都一次生日 每一個生日 每一個生日 都一次聖誕 但是 你知道嗎 土地公有兩次生日 農歷二月生日 到八月十五 為什麼大家都生日 一次二月生日 兩次呢 這是 古早時代 我們對社神的信仰 有分成春期秋報兩次 春期就是春天的時候 祈求生命保備 讓我們可以風修 那秋天之後 修生之後 我們要籌卸神恩 叫做秋報 所以 春期就是農曆二月初日 秋報就是農曆八月十五 所以土地公有兩次生日 以眾不同 不怪 大家都說土地公 是新鮮街 李丁白了 它不但是很照顧大家 餐廠吃好這種的活動 也絕對是李丁白的專長 甚至 我們也不定期可以發現說 有土地公廟在發封發財金